这个行情真的是相极的爱情 什么叫相极的爱情 酸甜骨辣 涨的时候很高兴 跌的时候很悲观 叫做相极的爱情 记得谢老师提醒 不要追高 不要放空 不要空手 现在在比什么 谁犯的错比较少 有什么样的股票拉回来 你可以偷偷的买 你可以慢慢的买 你可以偷偷的吃 你可以偷偷的怎么样 进货一点 答案都在我的影片当中 全国的观众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决战筹码 你好我是谢一文 这个一天涨一天跌的这个行情 谢老师给他下一个注解 这个叫相极的爱情 对不对 这个酸甜苦辣 然后又有点有时候很高兴 听到女朋友不理你的时候 觉得有点难过 对不对 本来说要出去要跟我去约会了 结果下雨天又很难过 一天涨一天跌 哪怕是你昨天买在 买在低点 你今天都有可能被套牢 对不对 老师你说的拉回是买 老师你说的震荡 似乎就是如此 那我的科学数据是什么 我告诉各位 我说M1B台币的热前火水 现在已经有 之前已经有点过热了 所以你说现在做修正正常 三月份修正正常 理论上我是不要去跟你讲修正会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我要收会员 我要告诉你天天就是涨 天天就是涨 天天就是涨 天板我才收得到会员 那这个修正来自于哪里 是有理论基础的去跟各位讲 我不是跟你合作制度 不是为了说我要做生意 我跟你讲说 啊我跟你讲 你跟着我做就可以赚钱 不是 那是有凭据的嘛 M1B现在高档 他关于率过高 他势必要做修正 你看前几次 台股需要经过时间跟空间的修正 大部分都是M1B 这个M1B过热的时候 就是在修正之前 他就是有热过一段 台股有没有热一段 有啊 怎么没有热一段 好 那你现在进电脑你来看 你就回到电脑来看 你就筹码来看 他是不是四天滤棒出现了 不是天天跌 这个滤棒不是代表天天跌啦 可是他进入的滤棒代表是什么 他行情没那么好啊 就筹码来看 他这里在做过热 这里在做时间跟空间的修正嘛 不是今天一天发生的嘛 那你看来来回回 我刚说这个相机的爱情的这个行情 来来回回大概几天了 那大概就是三四天啊 所以各位你所有的预测 你所有的你所有的讲法 你所有的做法 你所有的执行上的动作 一定是起来有致嘛 一定是有理论基础的 如果没有理论基础 我怎么去跟你推断说 我认为三月份会震荡 我认为还是中性偏多没有错 可是 可是怎么样 三步政策嘛 你不能 不能去追高 你不能去放空 你不要也不要空手 还是保有一点持股在 还是保有一点在市场上的敏感度在 拉回来修正 我们尽量去买一些所谓的 能够有双题材 combo性的股票 比如说我说有电动车的部分 有金蚊代工的部分也不错 我认为也不错 我说我甚至于推荐你去买台积电嘛 你真的不会买 你就去买台积电 航空类股有涨价的部分 你可以去买华航 你可以去买长龙航 这个电动车的部分 你可以去买核大 如果你觉得单一题材太无聊 太没有去 那我说还有所谓的电动车 跟5G的combo题材 穿红衣坐捷运 红杰科 金财 利基 都是ok的股票嘛 我们去跟各位去讲这些股票 去讲这些事情 他是其来有志 老师 红杰科没跌吗 老师利基没跌吗 老师金财没跌 有跌啊 今天还是有跌啊 今天还是有跌 可是各位 你这样的股票是好 这属于combo性综合性的题材股票 你想要买高还是买低 你想要买在追的时候 还是想要买在回档的时候 如果你连回档 如果你连回档都不敢去买 你连回档都没有勇气去试探 去少量的做布局 去少量的做买进 等到涨的时候再来追吗 好像也不太对吧 好像也不太对吧 那你说台股今年到底有没有行情 行情有没有延续下去 为什么叫中性偏多 除了M1B资金的资钱过热之外 还跟各位讲什么 我还没有看到资金的反转 什么叫资金的反转 比如说美金变强势了 比如说台币净汇出怎么样 热钱净汇出出去很多 台币一直在贬值 那代表的是什么 热钱没有留在台湾 在整个股票市场里面 钱就是动能 筹码就是动能 金流就是亡 钱会往有利的地方去跑 当钱在流出去的时候代表的是什么 台湾的股票市场包含投资环境 是比较不利于国际间的 代表钱往外跑 如果都出现这样的情形 要走大家一起走 对吗 不要高费是那时候 现在有看到吗 现在没看到 活龙不舒服没关系 现在有没有看到这样的状况 没有 那为什么要做空 老师做空这两天好像有点小甜头 有啊 有小甜头啊 可是到最后呢 可是能够做破断吗 以现在来讲 三月份四月份是即将来到所谓的股东会 前两个月又一个礼拜的股东造册支持的 强制农券回补日 我想请问各位 此时此刻你适合去做空吗 当然不可能 你千万不要这个时候去做空嘛 他不到便宜 而且怎么样 而且你又要强制做回补 你人想要赌的时间都没有 时间在改变 趋势在改变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期待有志 一定要有所谓的征兆出现 如果连那个征兆都没有出现 你现在干嘛去做空它 你现在看到小跌下来短空你很高兴 可是小拨断了 甚至我去告诉各位 如果你现在去做空 你往后的行情你赚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的改变已经 你的观念已经转弯了 你把趋势已经转弯掉了 所以如果后面还有大行情 资金还是一样 没有流出台湾 资金还是热钱 还是 fucking money 还是从国外进来 还是从入资进来 我想请问各位 那你后面那段行情你要怎么办 我担心的不是现在的输赢 我担心到你以后的观念整个偏掉了 我之前做空我赚钱 不过来做康后 很多人从1万点一路空 空到1万4 1万5 1万6 到现在还在空 有没有赚钱撇开 可是你整个趋势 你整个楼都歪掉了 你前面你在地下 靠近地下室的时候 靠近一楼的时候 你就盖歪了 你觉得你后面会好到哪里去 撇开赚钱赔钱 你从1万点开始楼歪掉了 你说你现在开始赚钱 对不对 你找很多人 早就成为你的剑下王魂 都成为万古窟了 他输了多少 前面都输那么多 你跟我说你现在大赚 对不对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高档的时候做一下 多单的调节 包含我们把华兴克卖掉 包含把金豪克卖掉 只是拉回来要什么时候去捡 买什么想去捡 什么价值去捡 要什么方式去捡 什么要什么要什么方式去捡 我要一次买很多 还是慢慢的捡 还是我要跟之前一样 一口气买三笔 再来买第四笔 再来买第五笔 做法不一样 现在比的是什么 现在比的是什么 谁犯得错比较少 这个行情就是你现在 在谁犯得错比较少 你不断的在犯错 你都用前面以前的模式 我以前怎么干 我现在就怎么干 以前我怎么狠 我现在就怎么狠 一下你就买到没钱 一刻你就买到没钱了 老师母 钱还有更多钱 要怎么 还有更低一点 还有更低一点怎么办 你前面都已经买完了 现在比什么 谁犯得错比较少 对不对 一定要改变你的思维 一定要改变你的想法 不能像以前那样做三月份 尤其是三月份 三月份三月份三月份 讲很多次很重要 什么叫时代的改变 做法的改变是什么 以前我举例好了 我们以前说的 好投入 好投入 比较好赚钱 第一个没兵 对不对 第二个做什么 第二个做医生 对不对 你如果有材料 你如果老头找你 反省你才会做医生 你如果没有材料 你如果买到好投入 你还没兵 第三个要做什么 第三个干嘛 第三个人家做 不要说开十五金 那是开交金 真的你要做兄弟做流氓 那你就要混 那就是去赌场 你才能干嘛 那是以前 你现在有没有可能去卖兵 现在有没有可能当医生 或许你可能 输人会赌还是有可能 但机会变小了 对不对 现在的好投入是什么 时代太改变了 现在的好投入是什么 第一个做兄弟 对不对 第二个做什么 第二个是无尽地 无尽地你知道吗 无尽地就是 就是你会知道说哪一条路先通 哪里会怎么样 有什么样的建设 所以我就派人赶快去把那块地买下来 那叫无尽地 好赚嘛 第三个要说什么 第三个开廟室 开庄啊 开廟室 我不是在污辱别人 我不是说 那个也是一个行业 廟宫它也是一个行业 在全 在台湾里面的八大行业 十大行业 二十大行业里面 它算是满可以赚的 以前的好投入 到现在的好投入 完全没赚嘛 所以你不能拿以前的想法 来去做现代的事情 你遇到什么样子的改变 包含我提出来的资金之前过热 现在要做修正 现在要做休息 三月份应该是要震荡的行情 那请问遇到震荡你要怎么做 你就是只能怎么样 你不能去追高 对不对 你也不要去放空 你手上还是保有持有股票 抓到对的股票 慢慢慢慢的买 不要一次买完 道理原因在于这里 道理原因在于这里 那你今天台股回档修正 因为是昨天晚上美股也回档修正了 咱们暗期本来起哄好 结果美股开办的时候大吉杀下来 台子旗也连带落下来 对不对 那美国在防什么 还是老问题 公债殖利率过高 公债殖利率为什么会过高 代表公债的价格下来 你价格下来的 你殖利率变高才会有人去买它 两个才会平衡 你现在价格为什么会下来 就跟股票一样 卖的人变多了 不想要玩公债的人变多了 抛售公债的人变多了 怎么还会去联想到说 因为公债殖利率上升 所以转换去卖掉台积电 然后去买美国公债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你的价格掉下来 就是代表怎么样 公债在落势 应该是要怎么样 应该是要跌下来的过程当中 你不能去买 你怎么还会有人去联想说 把台积电卖掉 因为台积电殖利率 已经低于所谓的美国公债 所以钱会转过去 这错误的解读 这是错误的解读 你现在看到的疫情 你现在看到的美国高失业率 现在会不会通膨 现在反而要适度的通膨 现在反而要适度的通膨 所以你不用去担心公债殖利率 会引发所谓的通膨 你现在本来就应该要通膨 你在不景气的状况下来 你本来就要适度的通膨 通膨的极限现在在哪里 大概2% 1%多就要正常了 你本来就要适度的通膨 你现在根本没有超过那个赖 那个红线 到底是在怕什么 到底在怕什么 你真的不会买 我说了嘛 你去买台积电嘛 你又买块今天又来了 又快要来了 如果百块又要搞 你可以去买华航 你可以去买长龙航 你可以去买荷大 对不对 当然啦 跌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很注重筹码 很注重技术面 很注重我们应该要注重的事情 什么 为了要什么 为了就是要避免再犯更多的错 对不对 这个都是必要的课程 都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昨天有讲 我说有些部分的钱 当电子开始落的时候 有些钱就飘到飘去哪里 飘去船产 昨天有飘到金融 今年金融就没有飘到飘过去 那昨天飘到船产 昨天飘到哪里 昨天飘到什么中兴电 中砂 中幼 保龙 春园 沁藤 有些工具机 也有钢铁的 也有营造的 也有电机类的 就飘到那边去 为什么 鼠中无大将 廖化就当先锋 为什么 不是说他们不好 就是说 主机没有在家 主要的主人没有在家 猫如果没有在家 那些老鼠就会做过 不是说他们那些老鼠 是说 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取代那些公司 那些公司在休息了 那些公司在落了 那些公司在做整理 调整震荡休息 这些东西就上来了 这些股票就上来了 那你说那些股票是要放长线的吗 当然不是 为什么 短线上能做小做你就做 就这么简单 不要有太多的想法 不要有太多的想法 说老师 我一定要在这个股票上面赚大波段 对不对 鼠中无大将 廖化将当先锋 何姬你知道他要做什么的吗 我看你也不是很清楚 对不对 那我要不要装得很懂的样子 说实在的 我也不是很懂 对不对 我们只是他电机类的 对不对 有什么样的题材 有什么样的什么 我们真的不是那么的了解 就跟生技股 我说我也不是很了解 我不会说涨上来 就跟你说其实我是生技王子 你会信吗 你应该也不会信 对不对 可是就筹码来看 他就是开始潜移默化的慢慢转移到这家公司 跟这一张股票上面去 买点出现加码 你看到现在都还是慢慢的动 价频量稳 我说的价频是很稳步的往上走 他的量你看 一次比一波一波一波比哈一波还来的低 就说价量控制的非常非常的好 你说这样的股票就会有延续性 可是他会不会大涨 他很少大涨 他什么在起涨的时候大涨 他后面就是小涨 小涨 那你说你在这种股票上面 你要钻到很大的波段吗 我倒不这么认为 你现在来看传产也好 你来看什么工具机也好 你去看什么风力发电也好 并不是说他们公司不好 而现在的股价上涨是因为怎么样 资金的转移 应该这么讲 资金的避风港 非电非金再涨的 没有太大题材了 去年涨过一波的 你说要我去很能够认同他 这个叫波段的起涨点 会有点难 如果他真的叫波段的起涨点 我讲一句很实在的话 他不用等电子股跌 他就应该要涨 而不是主动的再没有涨 你被动的怎么样 小弟小妹趁着大哥不在的时候 你现在在找 有点那种感觉好像 瞒天过海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说他在这种股票里面 要抓大波段 我觉得会有点困难 当然你说小波段 小赚个10% 20% 有没有可能 你现在看图就知道了 你用工具 你用谢老师的工具就可以选择出来 你用决蛋筹码就可以选择出来了 如果你去算筹码的人 我相信你也选择得出来 对不对 比如说来各位 1909的农程 在做啥 里面的内容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们知道看到1909的农程 他是造纸类的 可能每天都用得到 可能办公室上面也用得到 或许在厕所都用得到 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 他真的主力产品是什么 对不对 1909的农程应该是属于造纸业的 在这里出现买点纸肉 也是一样很温吞的上涨 当然他们也是会有所谓的题材在 原物料价格上涨 毛利率变高 对不对 可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哪里 还是我刚所讲的 当电子股在休息的时候 非电子股 非电股里面 他就会找一些股票 找一些题材 拉出来怎么样 拉出来冷饭热炒 对不对 拉出来就是说 我们之前的题材 你看现在还在怎么样 南地也是 包括我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 比如说钢铁类股 这昨天强今天也强 2010的春园 对不对 春园钢铁 这个春园钢铁前几天发生一件事 你知道 他老板去买台北市一间房子 当时一个我们上市公司的一个 是我们上市公司的25类的一个营造公司 一个建设公司跟他说 好像2017年的时候你去买 那我们这边跟你签个合约 就保证买回 原价 比他买了1亿7亿 原价买回 结果三年快要到期限的时候 那个老董仪去看 发现完了 市价旁边的价格大概 市值那间房子大概只有1亿3亿而已 就很不爽 就是跟那个建设公司 因为他自己老板 他春园公司老板 董事 抱歉董事 谁我不要讲 因为董事有三四个 他就一早上建设公司老板说 我没有那个只是业务私人行为而已 哇 错了 好 那就爆料出来 爆出来了以后 公司摸一摸 那个上市建设公司鼻子摸一摸 找他的子公司 或者是跟他相关的公司 用他们另外公司的名称 把他怎么样 用1亿7元价把他买回去 小故事 这我刚好有知道这个趣闻 所以 不可以买买买 卖房子 卖车子 业务 真的 人在座 天在看 不要以为自己都可以满天过海 好不好 不要买买买 不要买买买 不要说没有赚的你说有赚 像这个春元康脸 你说他能够成为租基吗 说实话也是很难 可是他现在好在哪里 他现在好在哪里 就是电子股休息 对不对 电子股休息 非电就会有机会 就会有人拿一些题材出来怎么样 冷饭热炒 其实春元本质也不错 公司也没有赔钱 股价也在低档修正很久 你说他小涨一波上来 有没有这个机会 当然有 你现在看到大概12块 涨到最高点是4块半 那是不是就有一小波段 是不是就有一小波段 我看还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举 这个比如说工具机的 我们来举一下好了 这个4534的 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 为什么 因为有买点出现的电动机 不行工具机 你看从买点出现8块9块 起涨之时再出现一次加码 小逼一次加码 然后到今天还在加码 昨天还在加码 这个量稍微就有点稍微 有点over了 稍微有点过了 所以各位 今天哪怕是有加码点 拜托你不要去买 拜托你不要去买 为什么 你现在去买就是怎么样 就是在符合人性 什么叫符合人性 价出量存 所以你跑去追 对不对 有时候做股票在高档的时候 你要违反人性 什么叫违反人性 手上有的人 趁人家现在很乐觉得在买 大家市场上喊了正天响的时候 违反人性就要把它卖掉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从9块来到12块13块 甚至于来到14块 今天最高点15块多 说实话也够了 真的要赚后面就给别人赚 对不对 你不算筹码 你不修理别人 别人就来修理你 你算都不一定能赢了 何况你不算 还有很多股票 我刚刚说的 趁这个行情在冷冷的时候 你就要去做很多功课 我一定要拿我的功课 给各位看 法人近期在买什么股票 昨天在买什么股票 我们应该注意的 好不好 第一段即将要结束之前 谢老师要来工商时间 工商时间不是要推你做会员 先来让我了解 你手上有什么样的持股 你手上有什么样的股票 你的问题在于哪里 让我们了解一下 我不敢说我这一波做得多好 但是我现在做那一件事 我一直在讲的那件事 我要犯的错 一定要比人家少 如果你也想要像我这样做 麻烦你 在第一段的节目最后 先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来 免被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让我知道你现在手上 有什么样的问题 让我知道你手上 现在有什么样子的股票 小老鼠 HOTMONEY 888 小老鼠 HOTMONEY 888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 我说为了在这样的行情 你要多做一点功课 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追 我们一直都在追踪 这个所谓的法然筹码 之前的有些股票上来了 包含 包含加帮 包含近期的这个冒打 那昨天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 我为什么这么敢跟各位讲 我说很多股票 他已经转移到 转移到所谓的这个 这个非电子股上面 你来看 连法人 连外资 连国内法人 都在买这样的股票 对不对 这个你看就知道了 除了你看到股价上涨之外 这个在这里 早就已经在做一些部分的push了 对不对 在昨天的这个罚本笔里面 就是说昨天所买进的 这个昨天不是今天 昨天里面 所含里面所有的成交量 既然有5.84% 特定能去买走的 一档股票一天的交易 当中有5.8%是特殊交易 那我想请问各位 里面是不是 我们不要说有鬼 至少有猫腻 对不对 什么叫猫腻 就是说 我们去写程式的人 我们去做 我们去写程式 我们去找到惯性不一样的地方 把那个特点抓出来 把它mark起来 要不然我怎么写程式 大家都平淡无期 那我怎么写程式 我写程式就说 把不一样地方抓起来 那个不一样叫做什么 白话文叫做什么 叫做猫腻 那你的5.8%的交易量是 成交在特定能手上 那你看今天跳空 你不会觉得有很意外的事情 算筹码好玩的地方在于哪里 那个成就感不是对跟错的问题 有时候真的如同你所算出来的东西 是一样的 好玩的地方在于这里 2006的东河冈 东冈 我们讲到东冈好了 你看从32块开始 33块开始出现买点 你看不是今天涨 不是昨天涨 不是说就冷办热炒 不是人家早就在这里已经push了 资金还没有转移之前就在做push 那你现在正在红灰桃 现在正在高档消息出来 说什么钢铁怎么样 价格原物要上涨 是不是我跟你说 你不要稍微违反一下人性 如果你手上有的人 软体会员你就要先把它做卖掉 对不对 昨天大涨的电子股里面的精彩 还没有变绿棒 为什么今天落势 他今天落势还是情有可原 因为他还没有完全转正 那你说他有没有好的基本面 当然有 昨天也跟各位念了 昨天也跟各位讲了 不要说念了 他富爸爸是谁 台积电 营收有在创新高 散装封测的部分 接了很多台积电的单 那你说 可以试探性的在低点当中去买它吗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包含记忆体族群 包含半导体族群产业 我都很看好 都是在等他拉回的时候 慢慢的去做布局 我再说一次 现在的行情就是怎么样 你要办的错比别人少 节目的最后 来各位 再说一次 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小老鼠 Hotmoney888 小老鼠 Hotmoney888 来加入我的line 问问题 我们明天见